自古来,君主多有三宫六院,后宫家历无数,然而,明朝开国之主朱元璋的第四子,明成祖朱棣,却与众不同,他一生最爱的,只有一人,那就是自己的皇后,徐皇后。 朱棣与徐皇后,可以说是两人情投意合,一见钟情,朱棣甚至在徐皇后过世后,至死也未再历过其他的皇后,讲历史故事,误人生智慧。 欢迎关注繁华五千年。 明成祖朱棣,魏夺江山,不惜兵戎相见。 公元1402年,明成祖朱棣在金陵即位,年后永乐,在位期间,朱棣主持编修永乐大典。 让后人对明朝历史更加了解,经营东北,让中国北部边境防线更加稳固,迁都北京,兑现天子守国门的诺言,派遣郑和下西洋, 宣扬中原文化,占领安南,武征墨北,完成乐视奄然的功绩。 总而言之,朱棣的成就绝对值得肯定,可相较于朱棣的历史功绩来说,很少有人知道朱棣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深情的人, 尤其是他的子女几乎都是徐皇后所生,并且在徐皇后生前,朱棣从来没有立过任何一个妃子。 接下来,就不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明朝朱棣与徐皇后之间的爱情故事。 而这名女子,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让身为帝王的朱棣以心一意? 1360年,朱棣出生于南直立凤阳,金安徽当图,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 其母是朱元璋的妾室马皇后,少年时期的朱棣,聪慧过人,深得祖父朱元璋的喜爱, 她勤奋好学,渴望当一个英明的君主。 虽然出身王族,但朱棣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才能和胸怀, 她博览群书,对古今中外的历史都了如指掌, 她还继承了先人治军的传统,亲于殿武强身,获得书剑双全的美誉。 1382年,朱元璋传位给了皇长孙朱允文,是位建文帝,朱棣对此心存不满, 他认为建文帝功力不够,不配继承大统。 1399年,朱棣以清军策为名,发动兵变袭击建文帝。 两军在京师对峙时,朱棣心中五味杂陈,作为书职, 自己竟要与侄子兵戎相见,这与他年轻时的理想相距甚远。 但随即他意识到,这是自己改变明朝命运,实现理想的大好机会,一旦建文帝继位,自己必然被杀,壮志难筹。 于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摆在了朱棣面前,权力的诱惑太大。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出兵夺位,在靖南之役中,朱棣以少胜多,终于打败了建文帝,夺得了宝座。 登基之后,他将国号定为大明,史称明成祖。 为了巩固皇权,明成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薛藩王之力,财太一己,同时重用心腹,并大力发展经济建设。 在位期间,明成祖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势力范围不断扩大。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七下西洋的郑和远航,这不仅打开了海上丝绸之路,大大扩大了明朝的国际影响力, 也使中国人的视野大开,对外交流达到空前。 明成祖积极开拓的精神,对金人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明成祖的积极作为,使明朝国力达到鼎盛,虽然夺权过程中的流血事件依然值得反思, 但不可否认,如果没有朱棣这样雷厉风行的君主,也就没有后来的明朝盛世。 徐皇后,文武兼备的贤内助。 说到明成祖,就不得不提她的皇后,徐皇后,她是明太祖心腹大将徐达的女儿, 从小家教极好,徐氏年少聪明,善文善武,深得朱元璋夫妇的欢心。 1370年,十岁的徐氏被选为朱棣的王妃。 两人一见钟情,十分登对,新婚之夜,朱棣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皇妃不仅会誓辞歌赋, 书画真旨,还能驰骋沙场,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女中豪杰。 婚后,徐氏对朱棣腾赖有加,无微不至,她不仅温文尔雅,会照顾人, 还能与朱棣探讨国家大事,给出精辟见解,明成祖出争史, 徐氏更是担惊劫虑劳,操劳军务。 1399年,朱棣起兵讨伐朱允文时,徐皇后留守北平, 以女流之身鼓舞民心,成功守住了大本营。 她白日直剑,夜间巡视城池,敌军围攻时, 徐皇后积极组织女性参与掩护。 鼓励士气,终于保卫了北平。 1402年,明成祖登基,徐氏被封为皇后, 她辅佐明成祖处理政务,有见识,并多方照顾太子, 获得朝野敬重,徐皇后不仅贤惠,还十分低调, 比如明成祖想追封她父亲,都被她谢绝了。 可以说,没有徐皇后的辅助,就没有明成祖安稳江山, 这位贤内祖功不可没,可谓英明神武, 她内容外纲的女中豪杰形象,至今依然让人称赞。 朱棣登基,徐皇后驻其稳定江山。 1402年,明成祖 及皇帝位,改国号大名,都城定在北京。 朱棣即位之初,朝局并不稳定, 遗留问题颇多,此时,徐皇后的政治手腕发挥了大作用。 她辅助丈夫处理政务,并照顾教养太子朱高赤, 明成祖身边的心腹大多也都是出自徐皇后之手, 保证了朝中大权在明成祖掌握之中。 此外,徐皇后还劝说明成祖积极发展经济, 以巩固国本。 在徐皇后的帮助下,明成祖很快就稳定了局面, 她用婉转的话语化解朱棣与大臣的矛盾, 并私下启发朱棣学会忍耐。 同时,徐皇后也会严格要求太子读书, 培养他成为明君。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明成祖本身的雷厉风行, 也对这个结果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若没有徐皇后在一旁协助, 以朱棣的个性很难维系住大局, 可以说这对君臣搭配天作之和。 作为皇后,徐氏也没有交涉淫逸, 依然谦虚低调, 她经常亲自教导宫女, 手把手传授他们礼仪仪容, 徐皇后的和蔼亲切, 使整个后宫充满了温馨的气氛。 可以说, 如果没有徐皇后这个贤内住, 就没有如今的盛世明朝, 朱棣登基后的稳定局面, 与这位英明神武的皇后分不开。 徐皇后早逝, 朱棣终身未在立皇后。 然而好景不长, 1404年, 徐皇后因病去世, 年仅44岁, 明成祖闻讯后悲痛欲绝, 屡次失魂落魄。 徐皇后生前为明成祖生了三个儿子和四个女儿, 可见两人感情极佳, 她去世时, 长子才八岁, 幼子才一岁, 让明成祖对这段姻缘更加依依不舍。 明成祖甚至为徐皇后在两座寺庙举行大规模的法事, 以悼念这位贤德的皇后, 她痛心疾首地说, 自己如果能早点察觉皇后的病情, 也许还来得及救治。 此后, 她再也没有在徐皇后生前历过任何非评。 有人劝明成祖在那后宫加历, 但都被她拒绝了。 朱棣认定徐皇后是自己此生的知己和良人, 再也不会有人能取代她的位置。 甚至当朝臣提出需要储君问题时, 明成祖也沉痛地说, 她与徐皇后本该在一起教养太子成人, 现在只能依靠自己, 难免有疏漏。 即便在徐皇后过世多年后, 明成祖还经常来到她生前居住和活动的地方, 对这段姻缘缅怀不已, 她至死也没有在历后, 可见对徐皇后之爱历久弥新。 合葬灵寝, 生死相依的一对。 1424年, 明成祖在北京紫禁城驾崩, 享年64岁, 按照她的遗愿, 与徐皇后合葬于定灵, 这对有情人终于能在墓地中团聚, 生死相依。 镇中最盛大的祭祀日将至, 朝野上下都沉浸在这段佳话中, 一位英明的君主, 一位贤德的皇后, 她们的心灵在岁月长河中相互支持, 超越了生死的边界。 她们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知己和至爱, 无论风雨如何肆虐, 她们都从未忘记彼此的存在, 她们的爱情不是如同凡人那样渺小, 而是在历史的舞台上一以生辉, 她们的故事将永远流传。 让后人明白, 真挚的感情可以越过尘世的障碍, 连接两个不同心灵。 成祖是一个睿智, 充满智慧的君主, 她为国家的繁荣付出了一切, 但她的心里始终有一个特别的存在, 徐皇后。 徐皇后则是一位端庄, 贤淑的女子, 她以谦虚和勤勉为荣, 并且一直在默默地支持成祖, 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和理解令人赞叹, 在她们之间没有阶层之别, 没有权谋的欺诈, 只有一种纯粹的爱。 这对抗力的生活并不逃离奢华和权力的诱惑, 然而, 她们相互依靠。 互相扶持, 永远保持了彼此间的真诚, 她们一起赏乐, 一起探访民间, 无论是寒冬还是言夏, 她们都是彼此的依靠, 她们的存在给了对方力量, 使她们能够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中, 坚守真挚的爱情。 如今, 定陵墓中空旷的两具棺果, 正洋溢着她们跨越时空的爱, 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游客, 都会由衷地为这对有情人祝福, 愿这份真挚的感情, 永远被历史和人们所铭记。 朱棣与徐皇后可谓经历了权力的风云变换, 却始终相濡以沫, 徐皇后对朱棣来说是知己。 是恋人, 更是同患难的伴侣, 正是有了她这颗顺风菊, 明成祖的人生之周, 才得以平稳前行。 这段传奇佳话, 也让我们看到, 真爱可以超越一切界限, 它存在于两个心灵的交融中, 在岁月和宿命的长河里, 一生辉, 感天动地的真情, 足以抵岁月, 共白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